HELLO 大家好 早晨 很久沒有跟大家去街市了 今天主要是帶一些新手煮食的朋友去買排骨 跟他們說是買甚麼部位 現在立刻帶大家去豬肉檔 我帶大家去買完排骨之後 就會介紹一下 因為我今天會煮兩款味道的排骨 主要是蒸排骨 一種是士椒排骨必食的 另一種是麵豉梅子排骨 一見到他很熱鬧 站著他就會叫我 HELLO HELLO 我要三個排骨部位 你切給我還是 外面找另一個帥哥切 我要買三個部位 今天介紹一下 拍一下豬肉先 不要拍著我 好 首先我就要 腩排半斤 哪些是腩排呢 我要展示給觀眾了 對 一點肥肉的腩排 半斤 對 那邊要半斤 我要半斤腩排 對 幫我分開 對 因為我要展示給觀眾看 是怎樣 還有一字牌 都是半斤 對 對 對 這些就是一字牌 知道嗎 對 這些是一字牌 之後要飛牌 這個是一字牌 OK 然後飛牌切了出來 對 飛牌 這些就是飛牌 三個都是飛牌 飛牌就比較沒有那麼肥 但是很多肉都很軟滑 對 選一個漂亮的東西給我 漂亮 7點多 漂亮嗎 OK 蒸排骨 對了 買三樣 這個就是飛牌 飛牌、冷牌、一字牌 我就喜歡把這三樣牌 混合在一起來蒸 OK 給錢 怎樣 有什麼要說 給你幾秒 賣廣告 好 現在講不到 這樣是表演肌肉 這樣是 這個用時肥人小 買完豬肉 我給你們看 例如麵糞 梅子 在哪裡買 還有豆豉 豆豉 豆豉 即是士椒排骨 我就要做蒜蓉 還有紅蔥頭 我拍給你們看 紅蔥頭和蒜頭是怎樣 因為這個是新手食譜 這個影片 OK 你買麵糞 麵糞 麵糞 梅糞 就是這些雜貨店 街市會有這些雜貨店 你就買這些梅子 這些就是梅子 這些就是麵糞 麵糞 梅糞 梅糞 排骨就是這些 他們也有豆豉 你就可以買一些黑豆豉 這些幾錢 街市很多這些雜貨店 就是這些雜貨店買 那些蒜頭 我怕新手朋友 蒜頭可能大部份都知道是怎樣的 紅蔥頭 就未必個個知道是怎樣的 我拍給你們看 早安靚仔 一會再過來找你 好 這些呢 火蒜 這些火蒜就比蒜頭香 對 今天我主要來拍的 因為我家裡已經有這些了 OK 一會一會再看看有什麼買 OK 再拍其他給大家看 剛才拍的火蒜 就比蒜頭更加香 獨子蒜也是香的 這一檔 這一檔 土國人街市 金記 專門買了一些雲貴村的東西 那些獨子蒜也是很香 這些火蒜是很香的 那些蒜頭便便宜了 24元一斤 沒有這些那麼香 火蒜和獨子蒜都比較香 你可以選擇這些 紅蔥頭是哪些呢 紅蔥頭就是這些 乾蔥頭也叫 那我家裡已經有這些 預備了這些紅蔥頭 還有蒜頭我已經有了 雞 和我的雞 好了 好了 拍完 下次再來光顧另一位金記 貓貓貓好可愛 走走 BB BB來的 HelloBB 好小隻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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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豉 6元 好可愛 新手的朋友 乾門豆豉 這樣 它有些大瓣 如果你不是經常煮 就買小瓣都可以了 沒有經過 我不光顧都有沖菜 謝謝 你爭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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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菜有肉 我會把南瓜放在排骨底一起蒸 有時一個人煮或兩個人 又不用特意煮蔬菜 有南瓜有排骨 就可以了 我想買芋頭 但沒有芋頭 一個就夠了 剛才那些筋半排骨 買這個排骨 不是買這個南瓜 謝謝 謝謝 臉皮蒸 那些南瓜 切薄一點就OK 多少錢 9元 9元 剛才買了一個南瓜 我現在就買個芋頭 選一個最小的芋頭 蒸排骨 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Yo's Kitchen 剛才跟我去完街市之後 我整理整齊見大家 桌面見到今天要的材料 買了三款的排骨 OK 三款的排骨 剛才都跟大家說了是甚麼 我會拍在畫面 告訴大家 哪一隻是非牌 哪一隻是懶牌 和哪一隻是一字牌 非牌就沒那麼肥 多肉一點 都很軟滑 懶牌就肥少少 有口感一點 多些油 豬油飄出來 就一定好吃一點 一字牌都很爽口 很好吃 我每一次都是買這三款的排骨 即是全部會混在一起 我全部混在一起之後 首先是怎樣 新手的朋友 上次肉餅就不需要洗 但今次排骨就要洗 因為有時它都會有些珠毛 OK 這裡就是根半排骨 我買了115元 他們收信了就收我110元 經常都光顧他們 首先就洗排骨 第一步驟 洗完之後晾乾水 OK 好 我們鏡頭轉去另一邊 就洗排骨 OK 洗乾淨一點 它有些珠毛 這些珠都是搭在地上 送貨的時候都是這樣 對不對 就洗乾淨它 對 你不洗就這樣 髒髒的了 我就習慣會洗的 洗到它沒有什麼髒了 對 因為呢 洗完再跟大家說 好 這樣晾乾水 要晾乾水 晾乾水 之後先醃它 OK 晾乾水 好了 晾乾水的時候 我們就預備些醃料 可以 今次呢 我會做兩隻味道的排骨 那是什麼 什麼味道呢 這些南瓜和芋頭 待會我會放在排骨下面 就沾著排骨 那些排骨的豬油滲下去 有時候你去茶樓喝茶 你未有些蒸排骨 都是有芋頭在底的 是的 那我就預備了這些 蒜蓉 是的 剛才在街市也拍了給大家看 什麼叫蒜頭 火蒜 獨子蒜 是不是 我習慣了買回來 去完衣 即是剝完皮 之後洗乾淨 吸乾淨水分 就剁了成蓉 之後就用油浸著放在雪櫃 不用每次都說用兩三顆有水分 這個就是紅蔥頭 即是乾蔥頭 是的 我也是這樣做 即是剝完衣 跟剛才蒜頭一樣做法 辣椒 如果你吃得辣可以加多些 如果你吃不到辣 我今天就預備一條 少少調味 不要辣 是的 但如果沒有它 又差很遠 這個就是豆豉 那就是 絲椒排骨 豆豉的絲椒 就是辣椒 絲椒排骨就是這樣 新手的朋友要記住 兩樣調味 我都會用蒜頭和紅蔥頭去醃 還有這個 剛才在街市拍了給大家看的 梅子和麵子 我是醃排骨的 現在就拌了醬給大家看 這些梅子 那些醬汁我就不要 怕會很酸 那我就洗一洗它 是的 這樣 這樣 那你梅子排骨呢 我放這個盆 待會攪完醬 之後放些排骨 就可以 不用多洗一洗 這樣 這樣 這就是梅子了 這樣 這樣 OK 那梅子就洗一洗 磨屎的麵子就不需要洗 你不要再洗了 這樣 就放進一個盆 這樣 那麵糞梅子比較酸 那你待會醃的時候 就要加點糖 那我現在麵糞梅子了 OK 這樣我就放一湯匙的紅蔥頭 和一湯匙的蒜蓉 OK 這樣 麵糞 梅子 蒜蓉 乾蔥頭 半條辣椒 OK 剩下半條就用來做士椒排骨 就可以做兩種味道 因為有觀眾沙沙留言想我做多些蒸煮食譜 所以我故意餵她上次做完梅菜肉餅 今次就做這個 這個梅子你可以壓爛它 近一點給大家看好嗎 壓爛它有粒核的 你可以拿出那粒核出來 吃的時候你就不怕有粒核 這粒核可以拿出來扔掉 這些梅子 梅子裏面有粒核的 就可以扔掉那粒核去 你壓爛那些梅子之後 扔掉那粒核 OK 還未軟的 不是這樣就可以的 要下一些糖 OK 那些生抽我就不下了 因為它墨士 即是那些麵糞 都已經有鹹味 不需要加一些鹽的了 這個 OK 這樣拌勻它 反而要加多些糖 這個 這個我用羅漢果糖 羅漢果糖應該找到最代言人 這裏這麼多 我們就怕不要太酸 我就加兩湯匙 兩湯匙的羅漢果糖 健康一點羅漢果糖 OK 這樣你先攪這個醬 你那些排骨瀝乾水的時候 攪這個醬 OK 如果你想色水更漂亮的 蒸出來 你可以加少許老抽 加少許老抽 先把老抽出來 老抽在哪裏 加半茶匙的老抽 那蒸出來的顏色就 有點色碎一點 不是 半湯匙的 Sorry 半湯匙的老抽 OK 那你先做醃料 你不要先放生粉 先放生粉 生粉我是最後才放 OK 油的那些 如果本身 因為我這些蒜蓉 和紅蔥頭已經有油了 所以我就不特意加油了 如果你說你新鮮剁的蒜蓉和紅蔥頭 你就加少許麻油都OK 那我這個就已經有油了 不需要了 攪了這個莫士 這個醬 一個醬 另一個醬 辣椒豆豉 我壓爛 豆豉我洗了 之後隔了水 壓爛它 就容易入味 辣椒又壓爛它 大一點點一盒 讓我倒進去 是的 豆豉 辣椒 還有這個 乾蔥頭 乾蔥頭 紅蔥頭 是一樣東西 OK 蒜蓉 蒜蓉 這個一定很壞了 不會難吃 一定 女士們經常問 要煮些東西 綁著男人 這些就是 蒸煮食譜 Sasa留言想我做多 因為她是傭人姐姐放假 不知道兩個星期或一個月 她想我做多些蒸煮食譜 剛才剛剛鬧鐘響咬了 煮多些蒸煮食譜 煮多些蒸煮食譜 我們做了這個之後 都要加些胡椒粉 兩樣都要加少少胡椒粉 披一披 披一披的豬鬚味 還有紹興酒 OK 紹興酒 加少許紹興酒 這個剛才加了糖 老抽 因為它已經夠鹹了 這個豆豉都鹹的 我還是加少許老抽就可以了 不要太鹹 加少許老抽 又是半湯匙的老抽 織出來的色水就更好 要加少許糖去調味 這個不需要加太多了 半湯匙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都一斤半的排骨 差不多瀝乾水 我們做好些醬 就可以拌入排骨 最後一會再說 OK Close up 拍給大家看 兩個醬已經剩好了 沒辦法 沒有攝影師 我這些一人公司 這個就是磨屎醬 這個就是 士椒 士椒排骨醬 OK 現在就拌了排骨 拌一些排骨 拌一些排骨 拌一半 用來三款排骨都在這裡 兩隻味道 這就有兩隻味道的排骨 平均分配 OK 這樣 先拌手 這樣就拌 搞定了 先拌一下 味料 OK 這個也是 Kent 跟我交流了 有個觀眾 Kent 他說 蒸排骨 醃完之後 加少許水 讓排骨 吸收 水 更淋滑 這兩款的排骨 這樣 看見都流口水 自己說自己 對 對 慢慢加 你看到排骨的肉 吸收水 你可以加多一湯匙 對 排骨吸收水 之後我們就可以加些 生粉 生粉 拿回 那些 那些 那些肉 這樣 這樣 這樣就很滑 那些排骨 排骨吸收水 就可以加 生粉 OK 拿一湯匙 那麼多 我們這裡 那麼多排骨 對 這樣 我們醃好 那些排骨 之後 我們就可以處理 南瓜 和芋頭 那你芋頭 那些皮 很容易弄到你的手痕 所以呢 你最好 就戴上手套 就好一點了 OK 那我們放在一邊 那些排骨也要醃一陣 那芋頭 就批皮 OK 戴上手套 批皮 好熱 我的廚房真的裝不到冷氣 我現在只把風扇吹熱 我真的很熱 這樣 這個芋頭 批皮 OK 芋頭我真的擔心它 你蒸太久會不熟 太大塊 我不炸它 那我就很薄很薄地做 好了 這樣切完 切完 切完 我們會放在碟的下面 因為排骨 它會有些 排骨的汁 蒸完會走出來 所以 洗一洗 洗一洗 蒸完排骨 有些排骨汁走出來 那 就 所以你拿個有少少厚度的碟 一半排骨一半南瓜好沒有 對 即是有兩種營養 放一盆在這裏 另一個碟 可以做 那一斤半可以吃幾餐 南瓜就不需要去皮 南瓜就不需要去皮 南瓜就這樣洗一洗 洗乾淨這個皮 因為我們南瓜連皮吃 OK 留下少許煲湯也可以 這樣 裡面的南瓜紙我們撈出來 這樣 撈了一些核 這些核就不要了 OK 撈了一些核 即是叫做有菜有肉 這樣 這一頓 OK 切薄些 切薄些 這樣 南瓜芋頭排骨 這樣 這樣 這樣就分了 四碟排骨 已經 OK 就是這樣 完成了 那你包著一些 入味菠蘿的保鮮紙 蒸它 蒸它 15至20分鐘 其實排骨蒸得很久 都不怕它老 對了 就是這樣 完成了我們今天 待會蒸完再拍給大家看 剛剛有親戚來了 那我就蒸完兩種味給大家看 OK 我會蒸它 大火蒸它20分鐘 因為我有南瓜還有芋頭 還有那些一字排很厚 所以我蒸20分鐘 蒸完可以拿出來啦 這個就是 時椒排骨 辣椒不知去哪裡 這個就是麵糞梅子蒸排骨 開飯 耶 攬影給大家看一下 芋頭 還有 真的都熟了 薄一點 要切薄一點 芋頭南瓜 這樣就是一餐的 又營養豐富 又有蔬菜又有肉 所以 如果切太厚就會生 所以記得一定要切薄一點 OK 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好棒 開飯 好香 啊 好嘞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